王子華自導自演的賀瑞當電影 這日舉行首映女主角劉心悠 還以戲中的女拳手造型亮相 提到早前子華自爆要賣樓來拍這部電影 就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也令到大家很擔心 真的有點感動 其實我只是一個澄清的過程 但我看到有萬天那麼多支持的說話 真的有一兩秒是有一點點眼淚 但我都提一提 我看到有很多人真的很關心很關心 覺得死了馬登樓店 各位你放心我還是有扭住的 我生活是很安定的 就算這部電影真的有什麼三長兩 我還是OK的 還沒用出來做紙 這次對電影的票房又有沒有壓力呢 我覺得每一部電影都有自己的命運 就看看她自己的命運怎麼樣 但我這部電影我真的想她會賺錢 當然我是老闆當然想賺錢 但其實因為她裡面 我幾個監製啊 有些員工啊 其實是沒有收過錢做的 是跟我一樣傻傻的 熬了很久的 我希望可以分回一些錢給大家 真的假的 另外紫華還特別感謝劉森柔 為了演活戲中的拳手角色 而進行長達半年的地獄式訓練 森柔聽到都感動到哭啊 對 剛才導演說的那一番話 就是讓我回想到 我第一天答應她要拍這部戲 所要付出的努力 因為其實她一直很擔心 她受不了然後就不拍了 所以我答應過她 我不會放棄 我覺得今天就是退現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放棄過 所以我跟這部戲都有個交代 我不會放棄過